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左下角这个地方有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同学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请各位同学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 把它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线 把我的节目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的台北股市跟六月起子 在开高之后 呈现了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 最后收盘的时候是小涨11点左右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六月起子 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六月起子跳空开高之后 来到了最高点16263 接着再往下灌杀到今天的最低点 16076 然后再反弹上去再杀下来 形成了一个上冲下行的区间震荡盘 那当冲的区间有187点的幅度 那今天这行情开高之后 为什么会马上的往下修正 往下修正之后 为什么又反弹上来 我想很多同学 对于今天这行情的变化 一定是非常的想要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然我们也会透过 这个技术现行的分析 来跟大家分享说 今天开高之后 它为什么往下修正 以及接下来 整个大盘的行情的变化 应该要怎么看 我想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会透过这个大盘的 一个技术现行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当然分享完毕之后 我们会再讲两档股票 紧接着再来分享 我们今天台子期的实战操作 这就是今天整个节目的内容 同学们你可以利用这个节目 学到很多操作期货的小技巧 所以一定要每天 准时锁定我的节目 并且一定要加入我的粉丝团 你才能够学到更多的经验 以及技巧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加权指数的现行 这是今天早上一开盘 我所抓下来的 加权指数的现行图 我讲过了 每天加权指数一开盘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同学有没有印象 如果没有印象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 我每天讲的话几乎都一样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看一下 今天开盘时候 K棒的位置跟五日均线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 今天就是多方控盘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下 今天就是空方控盘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哦 当今天开盘的时候导播请拉近 这个K棒的位置在这里 来 K棒的位置在这里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它是在五日均线的上方 刚好在五日均线跟月线之间 那当然在五日均线上方 我讲过的就是一个多方控盘 所以我们来看说明了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49点 在五日均线之上 这个就是多方控盘 可是老师 今天既然是多方控盘 为什么开盘之后 往上冲了一下子就杀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在于六月期止 来我们看一下六月期止 六月期止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六月期止今天也同步开高84点 但是可惜的是 今天一开盘爆量太多 爆量3000口以上 那我讲过了 如果台子期开高爆量 那是不是建议 如果要做多单的话 只能短线操作 或者是等拉回 再来接多单会比较安全 这个我一定有教过 我讲过很多遍了 所以说今天这个开盘 如果真的跑去做多的同学 你的手脚要很快 你要很快的把你的多单 做一趟短线之后 就要赶快出掉 要不然的话 如果在高档地区没有出的话 这个多单它一定会变成停损单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为什么多单只能短多 因为今天开盘就已经爆量3000口以上 这个开高爆量3000口以上 你就要等它拉回 等拉回再做多才是一个 最好的策略 方为上策 所以说今天基本上 同学第一个问题 我先跟大家答复 为什么今天期货开高之后 它冲到16263 才冲了一下子之后 它就往下修正 原因就在于今天开盘 它是爆量3000口以上 开高爆量这不是好事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是开盘做多 要动作很快 马上短多之后就要出掉 或者你干脆等它 拉回到16076这里 你再去接多单 这样的话 这一趟你就可以赚得到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操作其实 你一定要知道说 为什么要做多 为什么一定要放空 我说过了一个赢家 他永远知道 他为什么做多 他也永远知道 他为什么放空 如果不知道 为什么原因做多 也不知道 为什么原因放空的话 那就叫做赌博 那我讲过的赌博 你的胜率只有五成 可是如果应用这些技术分析 来看行情 来判断操作方式的话 你的胜率可以高达八成 所以说今天最好的方式 就是等拉回再做多 那目前整个大盘的方向 怎么看 来我们再看一下MACD 这个是MACD 好整个涂往后拉 没关系 我刚刚之前讲过 17700为什么这里 你要站在卖方 因为MACD在这里 对照上来 你会发现 他已经死亡交叉 很明确对不对 这个死亡交叉 他一直到什么时候 他才结束 一直到15616 这个附近 才出现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这个MACD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判断大盘趋势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是高档 来到这里是低档 15616就是一个低档地区 所以最近你会发现 大盘其实根本跌不下去 那就算跌 他也会反弹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来看一下MACD MACD的柱状体 在临轴的上方 MACD跟DIF 持续黄金交叉 多方的趋势 尚未化解改变之前 空单只能短线操作 不宜流仓 所以今天 你说你在这里做空 真的可以流仓吗 我不建议流仓 最好是做一趟短线单 你这里就算放空的话 也不要流仓 因为这个风险太大 为什么风险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柱状体 在临轴的上方 这里又是黄金交叉 那柱状体在临轴上方 黄金交叉 这个代表多方趋势 多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空单就是建议 只能做短线做当冲 不要流仓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其实 这个高档地区开高之后 为什么会往下修正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KD指标 另外原因就看KD指标 这个叫KD指标 来我们看一下 KD指标长这个样子 那KD指标的 K值 D值 RSV 全部上扬 那目前是在20到80之间 可是青岛波拉近 今天这个RSV一开盘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到80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一开盘的 所以说今天开盘 其实有点过热 期货也是一样 现货也是一样 这个来到80 他就是一个警戒区 这个我教过大家 只要KD指标 来到这里是80 这里是20 这两个数字 你都要特别注意 来到20是低档地区 来到80以上是高档地区 这个地方叫做超热 这个地方叫做超跌 超跌就很容易反弹 整个往后拉 来我证明给大家看 为什么说超热超跌 你要注意 来请看一下 这个叫18338 那这里是不是来到80以上 这里是不是要卖 这里来到167 164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20以下的一个超卖区 所以这里是不是可以买 17,700 这不用讲了 这一定要卖 因为这里来到80以上 所以这里一定要卖 来到15616还要不要空 不要空了啦 这里都一直在打底 你没有看到 大盘已经打底多久了 两个月了 打底完毕 这15616其实这底部啊 其实是蛮蛮坚固的 这个底部不容易破 所以最近你会发现大盘 的行情啊 基本上不管它如何的上冲下行 都是怎样 都是偏多 震荡偏多 所以大盘最近 一涨难跌 同学在这里 如果想做股票的话 我认为是安全地区 但是记得做股票 它也是有一个技巧的 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股票 台积电5月19号 5月19号那天大盘大跌 台积电也跌16块 台积电跌16块很严重 可是那天我怎么讲的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我5月19号的节目 我不是事后诸葛 5月19号那天 我大胆地告诉大家 台积电今天跌下来 我一定要勇敢地站在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 已经出现了底部 来到了一个 20以下的一个超卖区 来到了一个超卖区 这里黄金交叉 可以MACD又黄金交叉 所以505块 只要接近505块 你都可以勇敢地站在买方 而且这个MACD 才刚刚开始 呈现一个黄金交叉 这里来到了20以下超卖区 基本上505块 你可以买一下 买一下之后来到80 你再卖 所以这里可以做一趟价差 这里做完价差之后 你说现在来到了20到80之间 怎么办 你就要等 如果说它来到80以上 你锁楼上台积电 我建议要卖掉 如果它又来到20以下 我就建议你可以勇敢的买进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台积电的历史资料 这个地方叫做688块 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一定要站在卖方 各位有没有看到 MACD死亡交叉 然后KD指标来到80以上 这里你就要卖 绝对不可以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很危险 688块你去买 你当然要套牢 650可不可以买 不可以买 为什么 这里又来到80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高档地区 你其实用KD指标 你就可以透视 600块人家说会守得住 谁说的 根本守不住 因为这里来到80以上 所以600块在买的人 完全就是没有看这个KD指标 所以KD指标可以帮助 同学做股票 判断说 你的股票的位阶现在是高还是低 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今天 台积电今天收盘表现平平 跌两块钱 来到了530块 我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急 你要等 等什么 如果说KD指标来到80以上 台积电你所楼上有了就要卖一趟 跌到20以下 不管它价格多少 你都可以勇敢的站在买方 所以台积电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耳熟能详 包括一些有钱人 不知道怎么做台积电 我的节目就可以简单的告诉你 台积电你怎么判断高档或低档 讲完台积电之后 我是不是又介绍了一档文贸 有没有 5月20号那天 我跟大家讲文贸 这档股票 来到200块怎么做 来基本上现在不要做 为什么 来因为在188这里 它来到的底部 20以下 这个超卖区 20的超卖区就是让你买的 所以188可以买 但是来到80是不是要卖一趟 老师对 那80这个地方是不是来到210 所以这里你是不是可以做一趟价差 这个价差有20几块 算蛮多的 这20几块赚完之后 它现在又来到50 50你怎么做 不要做 我讲过了50你就不要做 你等到来到80你占卖方 来到20你占卖方 股票就是这样做 任何一档股票都是一样 我们最近跟大家分享台积电话文贸之后 我呢 明天会再跟大家分享新的股票 我的节目 一定要让大家觉得 越来越有内容 越来越这样 丰富 特别是做股票的同学 你也可以慢慢的来看 我是怎么样 来判断股票的高低位阶 那各位看一下文贸 之前在387的时候 为什么要占卖发 来 这里出现 MACD死亡交叉 这里 KD指标来到80 这里当然要卖 349人家说可以买 谁说的 不能买 这里来到80以上怎么可以买 要卖方 300块可不可以买 整数关卡 300绝对不会破 谁说的 一定要站在卖方 因为这里80以上 所有的操作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可以买 为什么可以卖 当你有这样的依据的时候 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才能够买得很安心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的任何一笔操作 无非就是想要进场很安心 然后你也希望能够很开心的出场 为什么可以很开心的出场 因为你赚钱了 所以我把这些方法跟技巧 在我的直播里面 无私的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我也讲过 我的资料 其实都欢迎大家来索取 像这个大盘的技术分析 我每天都会做 那我说了 这份资料 你来索取 要不要收钱 一毛钱都不跟你收 我一毛钱都不跟你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份资料 我是希望同学 你们得到它之后 也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所以各位同学来 我们来讲一下 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份资料 既然这份资料 我不收钱 我也不卖钱 我只分享 我只赠送 那同学要怎么得到它 当然你们要做两件事情 首先 你们要先加入我的功夫期 我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技术分析资料 好 那如何加入功夫期 我粉丝团 第一件事情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世界搜寻 小老鼠A957 我说了 这两个方式 你都可以加入好友 但是只有加入好友 还不够 你还是必须要做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在你加入好友之后 一定要记得 传送贴图或讯息 确认你成功加入好友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我说了 传贴图跟讯息 最主要目的 是让杰帅能够看到你 知道你加入我们的 功夫期货粉丝团 当我知道你加入之后 我看到你的 我才能够把这个资料 免费的跟你分享 传到你手机LINE 如果我看不到人 我请问各位 我怎么样透过LINE传到你的LINE里面 我不知道你的LINE 你加入我没有用 我没有看到你 我就是没办法传给你 所以你只要这辈子 传一次贴图给我 就算你只传这么一次贴图给我 从今以后你不再传 我也会每天跟你分享 这份技术分析资料 而且我一毛钱都不用说 我再讲一遍 我会每天传 如果你想要每天都得到的话 你就扫描QR Code 并且传讯息传贴图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的 那当然了 有很多同学不见得有时间 来研究这个技术分析 那怎么办 我说过了 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那没有功夫的时候怎么办 你要有工具 结帅未来帮助很多这个 没有办法研究技术分析的同学 所以我把技术分析 做成了一套操盘软体 叫做什么 大碳级系统 那这个大碳级系统里面 有一个很棒的指标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 叫闪电指标 闪电指标 就是一开盘 它会帮你判断多方方向的指标 那开盘价 你就可以直接进场 这个就是当中必备的领先指标 好的 那么就来看一下 今天开盘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开盘价 来开盘价导播拉近 叫做16220 开在这里 请问开在这里 你应该要怎么做 最高来到16263 当然一开盘 你手脚如果够快的话 你可以直接 做多单 这个叫开盘价 直接做多 来这个地方请拉近 给同学看个清楚 我们今天闪电指标 一开盘是做多 老师一开盘做多 那不就是 等于买在高点吗 因为最高好像16263 来我等一下会慢慢的说明 开盘价做多 你就不要想太多 跟着做 来使用大碳级期货系统 请看一下这边的说明 8.45分的开盘价 你就可以直接多单进场 16220 一笔多单 至少两口大台词 但是我刚刚讲的 今天开盘为什么 马上瞬间往下跌 因为今天一开盘之后 6月起止 它就爆量3000口 所以基本上 最好的方式 就是等拉回再做多 可是万一你一开盘 做多的话 你一定要跑短线 我刚刚节目一开始 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那跑短线要在哪里出 当然要在16263这里 你就要懂得出 那同学 如果你是我的软体用物 你要怎么知道这里要出 来很简单 当你在这个地方进场 做完这个多单之后 我们的系统 其实也会告诉你出场点 而这个出场点 叫做转折空点 今天这个转折空点 一开盘 它就告诉我们会员 16257是一个转折空点 所以220做多 你还是有钱赚 但是你的手脚要很快 因为今天开盘 其实它瞬间就急拉上去 那急拉上去没关系 如果你知道这个转折空点的话 你多单做一趟短线 你还是看这个说明 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拿下74点 也就是说转折空点 你如果多单有出掉的话 这74点你还是可以赚得到 那当然赚完74点之后 你要等拉回再做多 那既然要等拉回再做多 这里是不是可以放空一趟 没错吧 所以今天基本上一开盘做多 绝对是没有错的 但是重点是 你要有这个转折空点 然后等它拉回之后 再来做多 这个就是今天完美的操作 所以一开盘不是不能做多 但是这只是说这个做多 你要懂得只能做短线 那为什么说今天一开盘 这个做多只能做短线呢 来根据技术分析 我们会了解到 今天开盘多单只能抢短线的原因 是因为台子期 六月期指开高 爆量3000口以上 所以你一开盘的多单 你只能做短线 要不然你就是要等拉回 才能够做多 那既然等拉回做多 你就是先放空它 那放空完毕之后 杀下来咯 再拿来要补掉 来这边写得很清楚 既然有转折空点 那当然就会有转折的支撑点 这个转折的支撑点 叫多少 16103 各位同学 今天最低多少 16076对不对 没错吧 就杀到这个地道16076 那16103可不可以补得掉 保证补得掉 那这里放空 16103补掉 是不是跌了多少 308点 所以等拉回再找买点 问题是拉回到哪里才可以买 亲爱的同学请拉近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系统所算出来 可以进场的买点 叫做16103 所以各位同学 我讲过 做期货的当冲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高低转折点 如果你有一个好用的工具 帮你去精算这个高低转折点的时候 你的操作自然就会事半功倍 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我请问各位同学 当你有一个工具 来帮你精算转折 你能够在16257放空 你能够在16103做多 今天所有的问题根本就迎刃而解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有大碳级期货系统 你今天会在16103 再进场做多一次 开盘价做一趟多单 等拉回再做一趟多单 来各位同学 这趟多单做完之后 弹上去了要卖掉 好 所以11点32分 软体会员按照8点46分 短波转折支撑 16103做多者 价差100点 在16203出场 然后你就可以收工 那今天的操作就是这样 有三趟 首先开盘抢个短多 抢个短多 记得要跑74点 接着放空一趟 下来308点 最后 等拉回之后 再做多一趟上去 再涨200点 三笔交易的结果 共计涨跌多少 582点 所以在这边 如果说你有这套系统 我恭喜你 因为你掌握转折 所以你自然百战而百胜 所以各位同学 操作 我讲过了 有功夫 自然就有财富 如果没有功夫 也不要慌张 当你有一套 好用的工具的时候 你自然而来 也能够把行情 变成钞票 好的 以上是今天日盘的部分 那当然同学 可能会说 老师 我发现最近的夜盘的行情 波动非常的这样 剧烈 像上个礼拜 有真的行情 强强滚 区间幅度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 想要做夜盘 可是 又不能盯盘的话 那该怎么做 来 我讲过了 有很多同学 你们是没有办法盯盘 你们没有办法一直看着软体画面来操作 对不对 所以在这地方 我讲过了 为了要帮助全国的同学 不能盯盘的同学 我特别把这套大碳级期货系统 增加了声音提醒功能 在今年增加这个提醒功能 其实有很多同学都愿意来购买 为什么 因为当你把软体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如果说你是属于不能盯盘的同学的话 你只要把声音打开 就像手机的声音打开 有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听到声音再去接电话就可以了 那软体也是一样 平常时他没有任何讯号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很安静 一旦有讯号需要做动作 比如说他想要通知你做多或放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软体的声音如果打开的话 你可以听到声音再去看讯号来动作 操作期货不需要盯盘 他会待进待出让你轻松操作 那做法有两种 我们一次来讲解一下 第一种做法跟着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多单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空单进场 以箭头来判定方向 箭头向上做多箭头向下放空 那什么时候出场 当你看到停力讯号的时候 就可以获利了结出场 好我们来看一下夜盘 来各位这叫夜盘 夜盘上个礼拜我第一个讯号是做多 看到做多讯号 就算你没盯盘 没关系打开声音 系统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要做多 当你看到讯号 你进场做多的时候 这里出现停力讯号的时候 把多单卖掉 一口多单就可以享受47点的价差 半夜的时候你在睡觉 怎么办 看不到画面 没有办法盯盘怎么办 没关系打开声音 当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这个箭头出现的时候 你的系统就会发出叫声 你再去看讯号跟着放空 来到这里 你的系统又发出了讯号 又出现了叫声 告诉你空单回补 一口空单 是不是就可以拿下162点 没错吧 所以上个礼拜我的夜盘 其实有两段价差可以赚 一段是做多上去47点 一段是放空下来162点 两档加起来超过200点 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呢 更简单 跟着碳级星星来进场 所谓的碳级星星就是停力提醒的讯号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讯号 这个时候代表涨多了 涨多的时候空单就可以进场 而当你看到空单停力讯号的时候 代表已经跌升了 跌升就可以进场抄底去做多 来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张图的画面 再换另外一种方式呈现 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这种做法 来这里是不是做多 这里是不是出现停力讯号 当这里出现停力讯号代表涨多了 涨多可以干嘛 我说了可以放空 所以上个礼拜 其实如果在这里 你敢勇敢的放空的话 整个拉远 这段行情叠下来到这个地方 亲爱的同学 你可以赚的钱叫做304点 然后到半夜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空单停力讯号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去抄底 一路到天亮收盘把它卖掉 怕死人253点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行情 可以说是区间非常大 而且两段的区间都高达两三百点 比如说第一段的区间 有300多少 零四点的空间 第二段的区间有253点的空间 你看这两趟行情 如果你按照这个星星 这里放空这里做多 这里就有304点的机会 然后这里做多到收盘 你就有253点的机会 把这两个加起来叫500多少 57点 各位同学 如果一个晚上 你运用了正确的方法 你找到了一个好用的工具 可以让你掌握到500点以上的机会 你觉得你的夜晚会不会很美丽 你就算在睡觉 你都可以睡得非常开心 因为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保证金账户又多了很多钱 各位同学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你要的不就是这种轻松的人生吗 所以我讲过了 没有工夫没有关系 有工具你照样可以完成你人生的梦想 买名车 买豪宅 全部都在金融市场里 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那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做波段单的同学 也没关系哦 我们今年已经把大碳级系统改良成为PRO版 那PRO版里面有所谓的大波段指标 同样的看到箭头向上你就做多 看到箭头向下你就放空 看到停力训绕 你就可以这样获利了结出场 而且一样的我们的系统都有声音提醒功能 你不需要盯盘 带进带出轻松掌握波段行情 各位同学我们先来看一下 跟着箭头做最近的几个训绕 你会发现赚钱真的很简单 5月13号做多 5月18号多单出掉 一趟318点 5月18号的夜盘放空 然后来到5月19号隔日冲325点 接着5月19号盘中做多 来到这里停力训绕出现卖掉187点 各位同学1 2 3 最近的三趟表现 你只要跟着做 流仓的天数不用太多 最多就是3 5天 都300多点起跳 最近的区间真的很大 夜盘加日盘幅度非常的大 如果你懂运用工具的话 隔日冲3日冲 你都可以掌握到行情 那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一样的你也可以跟着探极星星来操作 比如说涨上去这个地方 你看到的停力训绕 你就可以勇敢的放空 来到这里出现了空单停力训绕 你就可以勇敢的做多 这里又出现了多单的停力训绕 你又可以再放空下来 这全部加起来超过1000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两套系统 这两个指标 当充指标跟波段指标 基本上它的做法都是一样 那我也讲过 真正专业的操盘系统 一定要让你一看就懂 而且不要拆 而且方法要固定 我们只有一个当充指标 以及一个波段指标 一个当充指标再加上一个波段指标 你喜欢做当充的就看当充 你喜欢做波段的就看波段 方法都一样 这才叫做专业的操盘软体 操作本身为什么要用工具 因为我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所以才需要借由工具的辅助 如果工具让你不知道怎么做 甚至于指标太多 不知道要选哪一个指标 那这就不是专业的操盘工具 那有鉴于很多同学看到我们这套系统 都很有兴趣想使用 所以在上个礼拜 有很多人同学打电话进来说 老师啊 我每天看你的节目 我真的很想试看看 有没有短天期的一个体验专案 来 因为很多同学提出这个要求 今天我们推出了短天期的体验专案 大探级的期货系统 台子期的当充简讯 选择权的当充简讯 我让你体验 我先让你体验满意之后再继续 来各位同学欢迎你来试 有兴趣想要体验我们的短天期 想要先做看看的 今天把电话拨通 0800370888 如果说你想要取得我们免费的技术分析资料 而且天天取得的话 请记得加入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技术分析资料 记得做两件事情 扫描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先加入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好友 接着加入之后 一定要记得传送贴图或讯息 才能够让结帅看到你的LINE 把这个资料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请各位同学在收看完节目之后 记得 一定要加入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每天免费取得结帅的技术分析资料 让全国的同学们都可以跟结帅的同学一样 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你的实力 每天一点一滴的让你的财富增加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体验 结帅的短天期专案的话 利用今天把电话拨通就可以了 0800 370 888 今年由于结幕实验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同学们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天再见 拜拜 by bwd6